好 再来看点轻松点的消息 台中市政府为了推广观光 首度制播旅游节目和亚洲卫星电视合作 推出节目《勇闯中台湾》 更跳脱以往单一主持人的形态 是由艺人唐从盛 小贤还有王中平夫妻轮流主持 而台中市长林佳龙甚至还客串主持人 今天在台中市府举行了首播记者会 三组主持人首次会面还互相较劲 谁的行程比较精彩 《勇闯中台湾》 不管是打气弹放声尖叫 还是逛彩虹圈春选染文艺气息 他便向弄挖掘美食寻找小确幸 台中市府为了推广观光 和亚洲卫星电视合作 制播旅游节目《勇闯中台湾》 一口气找来三组主持人 行销中部好山好水 中张头最好玩最好吃的 这些观光的精彩的内容 推动未来台中的观光业 我们能够中进中出 内容多元丰富 连小贤都说主持兼玩乐 根本人生一大享受 《勇闯中台湾》节目 由台中市府领军整合彰化 南投介绍的全是内行人才知道的 私房景点 连市长林佳龙都大感兴趣 忍不住客串当其主持人 在那个泥巴深度极西的 那个脚一踩下去 楼口马下就陷下去那种 真的吗 对我们在里面 只有你一个在选甜点 没有我是文青行程 我们去看文创啊 然后介绍饰品 然后饭店跟美食 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贵妇行程 然后有一个是冒险行程 然后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农友行程 二十集节目每集半小时 喊话要让人耳目一新 勇闯中台湾 除了在MOD频道和中张头 有线电视及网路都看得到 也将透过卫星发送 让台湾的朋友 也能一睹中台湾之美 进而行销观光 提升能见度 带动中台湾商机